看一下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主要講到幾個重點 那包含就是說增加高雄部分 其實高雄組合圖實際上就是把那個什麼 台北的組合圖先做出來之後 然後再往後面繼續做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就是這個 先台北的這一個 那它主要的重點就是在放的位置 在這個儲存格的左上的位置 所以F2的左上 另外的話呢 它的寬的話是這個 這個每一欄的欄寬乘以10 那這個的話列高乘以14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要把這個高雄的資料下載 那第一個我講過 你可以把高雄的資料 從那個中央氣象局網站 先貼再轉置過來 所以呢貼兩個轉置過來 然後放在氣溫跟降雨量 然後如果要放在這裡的話 其實你可以修改 它的那個對應這個坐標位置 F17的位置 那寬的話呢 一樣用F2就用那個F2的寬乘以10 一樣 然後呢高的話 一樣是乘以多少 乘以14 那就可以畫出高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把它組合圖 高雄繪製出來 會有這樣的結果 當然以後我是希望 可以把那個全省 總共有24個測站的資料 全部都把它抓下來 全部都畫 繪製成 類似像這樣的圖形 可是問題啦 就是說 如果你以前要做的話 變成要塗法鏈鋼 分別把這個資料 分別把它抓 自己把它複製貼過來 還要轉置 那其實會非常的花時間 尤其是如果你將來 這個資料量更多的時候 哇 那你當然就不 不應該用這樣的方法 用人工 而且應該用是什麼 用程式的方式來把資料抓下來 只有一個刪除 OK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雲端上有 所以也許請各位 把這個上禮拜的部分 如果假設不太熟悉 可以再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那另外的話 上禮拜有講到有關 那個期末報告的部分 OK 那關鍵來了 期末報告我這邊 在上禮拜有稍微講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就把它 用文字的敘述 再講一下 這裡面的話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這個 期末的專題的作業 其實它的形式 其實類似於其中報告 那差別在哪邊 特別注意 第一個 就是 我們 要抓的資料 其中的話 是用那個開放資料 那期末的話 你可以抓 比如說 類似像氣溫 降雨量 或者是說 你可以抓什麼 像外匯 外匯的資料 或者是像什麼 黃金的價格啦 石油的價格啦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啦 反正你可以抓單一的 如果你功力夠的話 你可以抓兩個 尤其有點像氣溫 大概如果你功力不太夠啦 沒關係 你抓一個就好了 像氣溫 你就單獨做氣溫的相關的匯圖比較 然後呢 我是希望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做出 第一個啦 可能我希望看到的這個期末部分 第一個我是希望看到 你會有一個抓取資料的這個動作 那抓資料部分的話 請你用那個程式的方式 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那個 像後面的話我們可以練習 比如說抓取那個全部的這個資料 假如說呢 我們之前是用複製貼過來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用複製貼的話 那我用什麼方式可以把它不用複製貼 當然你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的方式的話 假設我這邊把它把它刪除好了 假設這邊 假設我這邊把它全部刪掉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下載的話 要怎麼樣去下載 當然 這邊的話 在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比較新 因為我們這邊用的好像 ECL 2019 所以從Web 它的這個功能 跟舊的版本又不一樣 其實是可以抓到網路資料 所以我們要了解不會發生錯誤 但是如果舊版的話 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我DEMO一下 HIO 我先把氣溫的資料 氣溫的資料的話 我們是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第四個單元 我這邊有提到 就是在這個POST這邊 那這個資料的話 是來自於那個 中央氣象局的那個 官網上面 如果我今天在這裡 這個連結 OK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氣溫裡面的資料 通通抓取下來的話 那什麼方式呢 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這個從Web 新的版本好像可以 但問題舊的版本就不OK 所以有沒有什麼 新舊版本都可以的方法 這邊我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全程氣溫 把它下載的方式 等一下再秀好了 這個我不知道 不確定程式都不OK 那待會兒的話我會講一下有關如何下載這些資料 從哪邊呢 從這個網頁裡面 我就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但如果你要下載下來這個資料的話 可能第一個還要學會 按右鍵 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呢 檢查 這個裡面 到底 它的資料是放在哪一個標籤裡面 HTML的標籤 那其中的話你會發現 你郵標只要移動到某一個區塊 它跟你講說這個區塊 它的標籤是H3 有沒有這個區塊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是要下面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郵標把它放在下面一個 就是這一區塊 展開來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區塊它外面包一個DIV DIV等於是如果用白話意思是一個板塊 這個板塊裡面的話 裡面有個Table 所以你會發現Table 主要是這個Table 我要抓這個Table裡面 這個Table裡面有哪些資料是我要的 那你又可以再把它展開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每一個每一個 實際上就放在每一個的 有沒有 TR裡面 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是放在這個Table裡面的這個TR 那這裡面有很多TR TR實際上就列了 TableRaw的意思 那TableRaw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又有很多的什麼 TD 有沒有 有沒有那裡面呢還有TH 不過其實一般通常會都用TD比較多 很少用TH 不過這裡如果用TH的話 那我們勢必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實際上 不管你今天要爬這個資料 是用那個Python來爬 或者用VBA來爬 這些你通通要知道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對於那個網路爬取資料 假如有興趣的同學 我是建議啦 第一個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這個 把這個關掉 關掉 按右鍵 比如說我要爬這個區塊 我理論上會選舉上面這個 上面某一個文字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你不是說按右鍵就去看那個什麼原始碼 如果你看那個原始碼的話 原始碼一大堆 這邊有網頁原始碼 網頁原始碼 去搜尋你要的那個板塊 然後呢 從那個板塊裡面找到你要的標籤 將來的話 可以用那個標籤 找到裡面的資料 把裡面的資料提取出來 再把它放到呢 我們eSale 就完成我們要抓資料的這個動作了 不過難度其實是算蠻高的 所以跟各位稍微預告一下 待會我會講一下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他 我看上個禮拜 我們好像還有一些地方還沒講完的 上個禮拜的話 下載所有氣溫資料 然後繪製個別 繪製到單個 把它改成全部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 應該是把什麼呢 把全整氣溫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讓它去執行 裡面的每一個區塊的繪製 所以請各位也許把上個禮拜的 這個動作 先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先打開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